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8位被通缉人士的家属被国安警察协助调查 包括在远在新加坡的行政长官李家超都有表态 就说他有关部门是会全力就金钱往来 就可能的资助通讯方面的资料来去争取每一个方面 去知道情报知道这些8个人的行踪 李家超特首位都强调国安法只是针对一小撮人 大家要明白今次通缉就是8个人 就国安法实施以来被国安法检控的都是200多人 相对当时大家留意2019年的时候 满街的黑暴他们声称有过百万人 其实国安法确实只是针对一些真正有 触犯国安法的犯罪意图和付诸行动的人士 这个第一点的概念大家必须清楚 不要因为香港的媒体或者海澳的媒体 放大了国安法的一些被捕的人士 被检控的人士被通缩的人士 就以为国安法好像无处不在影响着你的生活 只要你不是有分裂国家的意图和行动 你不是有参与组织恐怖活动 或者去颠覆香港特区或者中英文政府 其实是不会平日的生活 是不会和国安法搭上边的 所以特首这个提示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这次8个被通缩人士 其实已经有4个被通缩人士的家庭 是被请去协助调查的 当然大家最触目的就一定是原士这一家 但我觉得其实就对他们涉案的 被请去调查的袁尼昌博士 其实是不太公道的 其实一些黄人的舆论 以至于香港部分的舆论 那么集中原士这一家人 其实纯粹是因为他们这家人的政治意见很不一样 再加上容海恩是议员 他是建制的一份子 所以有关的人士或者有心的人 就想用你是否一视同仁 用一个放大镜去看他们 但其实大家要明白 对于国安警察或者普通的警察 你遇上一个被通缩人士的情况 你会怎么处理呢 第一你当然想知道更多被通缩人士的情报 行踪资料 那你怎么知道呢 你当然是透过他身边的人去知道 难道你走到家里面 询问过路人甲路人员 你有没有见过被通缩的A军B军 那没意思的 那就是大海撈针 香港有700万人 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你怎么去了解这个被通缩人士的行踪 更何况你已经知道 这个被通缩人士是身在海外 那就是说你要知道他海外的行踪 海外的整个路线图 你就一定要透过认识他的人 而不是纯粹去透过社交媒体 看到他露了露面 他身在何方呢 他没有讲清楚 那或者他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他没有讲清楚 那你就没办法掌握到相关的情报 那当然是请他的家人 因为他的直系亲属 是和他接触可能会是最多的 可能是视频对话 可能是电话 可能有他的住址 甚至可能有 匯过一些生活费给他 那这里有些人就会大肆地散布恐怖 可能有金钱往来都不行 我的理解就是 假如你是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的金钱往来 我觉得就算你不幸被检控也好 去到法庭都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但假如你那笔钱 被那个通缉人士拿去资助 去做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那当然就另当别论 那当然那个被通缉人士 他就要考虑清楚了 会不会因为他这些工具 我会视之为不良的政治目的 而和及到他的家人 所以最后怎么讲 就是很多人会说 这个就是株连和及家人 其实是错的 正如刚才我所讲的例子一样 你作为一个警察 无论他是国安的通缉 或者一般其他严重事件的通缉 你都会通过他的朋友圈 认识他的人 去了解他的行踪 他的路线图 他的可能下一步的行动 或者处身在哪里 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偵察 绝对不是所谓的株连 只是因为传媒放大了一些被通缉人士 就是国安的被通缉人士 的家属贴助调查 所以会得到这个错误的印象 这些必须要为香港的国安警察 加以澄清的 好 今天和大家的讨论 到此为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